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煮皮蛋瘦肉粥 米好可以先淘好 米和水的比例 大约是1比8的比例 看你喜欢薄一点还是稠一点 还有根据米的脏性 可以上下调节 水放好后这边开大火先煮起来 同时我们煸炒一点点碎猪肉 放少少油 缓一点不粘锅就行 你可以早早切些姜丝 或者像我现在这样 磨一些姜蓉去腥天香 再添一点点盐 煸炒到它立一分开就可以倒入粥锅里了 不一定要等它水开 你也可以直接在煮粥的容器里煸炒碎肉 再放水啊米啊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那煮粥呢 一般需要30分钟朝上 40分钟这样的时间 期间呢 最起码要换两档火 刚开始用大火煮开 然后转小火 偏大一点的小火 让它滚 滚个差不多15分钟 20分钟这样 它就慢慢变稠了 那变稠以后呢 它就滚不动了 滚不动它就容易粘锅了 所以火还要再变小一点 现在我们趁粥再滚的时候 加工皮蛋 煮粥的皮蛋要用老皮蛋 就是没有糖性的那一种 那一般呢 你从外面是不容易看出的 那你买回家以后 放一阵它就会变老了 皮蛋切成小丁待用 煮开后呢 我们把它兜底翻一下 马上变小火 那现在呢 还是米和水分离的状态 可以用偏大一点的小火 水面成快速翻滚的状态 锅盖呢 放这样 留一条大大的缝隙 水不容易铺出来 那一般半小时候呢 粥就变很稠了 我们把皮蛋放进去 粥少 不一定要整只皮蛋都放进去的 搅拌均匀了 搅拌均匀了 我们放适量的盐 然后火可以变稍微大一点点 再滚我们就可以吃了 粥好要趁热吃 趁新鲜吃 时间久了它就要卸了 阿拉桑黑银钢 就搅它了 那如果要喝凉的话呢 就一碗一碗先装起来 装好后呢 不要去动它 特别是放过盐的 你翻来翻去 它就更容易卸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